回答一個問題 有些人很難幫的、很困難的 我們會說 大山,我不能一下子的山拿走 我能夠拿走一塊石頭或者一塊沙 今天有些改善已經好了 我們自己鼓勵自己 我有做到些少 神都歡喜的,十幾月 這就是我們少許的地方去鼓勵自己 而她的情況,我都覺得是 把波交給她 波交給她 你會否關心你自己從神的關係 她問她 但不要用控訴的話 你這樣做,你便自己絕了自己的路 而是,我關心你,我想你得救 我想你跟從神,我想你走神的路 讓她知覺 但有些人真的不知覺的時候 我們都要把波交給她 有些人真的一直都不敢接受方針 起碼我們先不要揹著她 怎樣拆解就要時間學習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每一次我們聊天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時間短 有時候都很難逐步拆解 不過我們起碼拆解一點 你想不想改變?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可以有什麼調教? 這些都是我們習慣用的方法 好,我們現在祈禱吧 來吧